我是个真千金 15岁那年 我被我爹当朝宰相接了回去 认祖归宗 人群中走过一个气质清冷 眼光四射的这翠绿衣衫的绝美仙女儿 我爹和矮的一笑 冲她招手 换她快过来 这就是你失散多年的亲妹妹 假千金不紧不慢 一态优雅的走到我跟前 垂下眼眸看我 嗓音冷冷 美好气道 不叫李傲天 第一次见面 就主动的做自我介绍 这也太有礼貌了吧 我挠了挠头 咧嘴一笑 俺叫贵芬 家人们 关注艺术太苦了 好不好吗 求求你们啊 拜托拜托 小一每天分享不一样的小说故事哦 希望大家能点赞支持 正文现在开始 我表面是个土人 但其实 我是装的 来时 俺们村最有文化 助我隔壁的豆腐西施妙云 给我长天大论了一通 大意就是 贵芬啊 你看你长相平平 又没啥文化 手艺不佳 一无是处的 刚回乡府 可得韬光养晦 给藏桌 我除了听出来他骂我 其他啥也听不明白 妙云急得上蹿下跳 我读的书比你多一页 听我的 你们相辅那个贾千金 你可得小心提防 准硬存了什么坏心思要搞你呢 我挠了头 不能够吧 他干嘛要搞我 妙云 要不是当年宰相夫人 你亲娘抱错了孩子 住在宰相府里的 就是你了 那个贾千金纠占雀巢这么多年 眼见了你回去 他所有的荣华富贵 都化作泡影 肯定会针对你 我点点头 你说的有点道理 但要是宰相夫人没抱错 跟你做好姐妹的 应该就是那贾千金了 妙云看了看我 我看了看妙云 妙云的脸上露出了忏悔的神色 我可真该死啊 但我还是听取了妙云的意见 准备先搞一下伪装者 探探贾千金的老底 我爹养了李耀天多年 已然当他是亲闺女 况且宰相府不缺银钱 多养女儿并不费劲 其我阿爹阿娘都早死了 李耀天早已是无价可归 便假称 我是被送去寺庙祈福的李家二小姐 如今刚刚被接回来 李耀天还是李家的大小姐 我爹一下子有了两个女儿 脸笑得如菊花一般灿烂 倒是李耀天 一副异性阑珊的样子 并不见得有多高兴 一位衣着华贵的贵妇人 从阎王下走出来 双目垂类 只走过来抱住我 也不管我衣衫破旧 上头还沾了你点 她边用力地拍我的背 边嚎 孩子可算找到你了呀 不然 我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姐姐呀 地旁李耀天翻了个白眼 一脸嫌恶 我爹神色一暗 须鱼鱼才为我解释道 这是你母亲 是你亲娘的表妹 你亲娘她 我爹顿了下 才道 你十岁的时候 她便没了 我正愣了下 才憨里憨气 道 那她应该是安姨 咋是安母亲嘞 我爹一叶 就连那贵妇人的脸色 都顺势一变 一旁李耀天皮笑肉不笑道 娘死了 姓白的 她趁机上位咯 我爹脸色一沉 语气微重 道 耀天 不许这么说你母亲 玄机又转脸 去宽慰那贵妇人 书兰 傲天还小 你别放在心上 李耀天便不再说话 道是那个书兰 这回早已神色如常 她撇开此时不谈 道 孩子 别难过 母亲会替姐姐 好好地疼你的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李耀天似乎很不喜欢 这样热闹的场合 她道 人接完了 没我事了吧 我先去房里躺平了 话必 就一脸不悦地走了 白书兰怕是担心 我心里隔应 别忙宽慰我 你刚回来 心许有些不适应 母亲已让厨房 为你备下饭时 咱们先去你院子里瞧瞧 母亲也不知道 你喜欢什么样的院子 就照着心里想的 为你置办了 你要是有不喜欢的地方 尽管告诉母亲 我语气轻快地应她 俺晓得嘞 白书兰又望了 往李耀天离开的方向 像是为李耀天说好话 耀天这孩子 性子一向来如此 时日还长 你与他相处久了便知道了 但听起来 这好话像是坏说 我假装没听出来 道 那俺吃完饭 就去跟他相处相处 白书兰带我去看了我的院子 就在李耀天的院子 不由天隔壁 白书兰显然是用了心的 花里胡哨的 搞了一堆乱七八糟的 我看的脸都皱到一起 但怕白书兰发现 我很快地将脸 像大饼一样又摊开 白书兰忙前忙后 又是带着我吃饭 又是领着我 介绍给府里上下的徒币认识 还给我送来了一堆 粉色的新衣裳 我回院子时 正碰上李耀天出来 那假时 生怕我不记在心上 不怪他 不去和我爹告状一样 我点头 俺不会低 白书兰抬手摸了摸我的颅顶 咬牙切齿道 那就好 李耀天看了我一会儿 猜刀 好啊 白书兰愣住 显然没想到李耀天这样 轻易地就答应了 李耀天仿佛我不再一样 对着白书兰放狠话 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偏不做 他笑 可我知道你今日不想让我做什么 那我便偏要做 一日 我跟着李耀天前往春日宴 他只对蹬在他身旁的我嘱咐道 待会儿你跟紧我了 可千万别迷路 像是怕我惹出麻烦一般 他难得耐心地给我科普 道 苏尚书府的四小姐是个海王 他身边的男的 有一个算一个你都别搭理 全是他养的鱼 张玉史家的妖女是个恋爱脑 以后就是挖野菜的命 你也别跟他多废话 我怕你被他带坏了 以后也去挖野菜 我仰头看李耀天 可是 俺就是吃野菜长大低嘞 俺挖野菜贼溜 李耀天垂眼看我 眼眸中第一次 有柔软腾熙的神色 虚于他望向远处 道 将军府的三小姐 顾双双是个死绿茶 没少领着他身边 那帮跟班整我 上次我没留神 还被他们几个给推进湖里 让了风寒 养了十天半个月才好 我问他 那后来呢 李耀天 什么后来 我死绿茶他们 哦 你说这个 好了之后 我给他们一人十个大逼斗 脸都扇肿了 他们养了一个月 才赶出来见人 李耀天聊到自己的丰功伟绩 就很开心 眉飞色舞起来 日光唾下来 趁得他愈发的好看 虚于 李耀天冷静下来 道 总之 他见到你 知道你是我妹妹 定然会针对你 以达到羞辱我的目的 所以 离他远点 知道吗 我点头 嗯 俺记住嘞 我果然跟李耀天走散了 被顾双双和他的拥躬 围在了花园一角 顾双双笑得阴侧侧 你就是李耀天的妹妹 李贵芬 我吓得发抖 色索了点了点头 是 俺就舍 顾双双吩咐他们 你们几个去外边守着 一个乡下来的破村姑 我一个人就能轻松的对付 跟班们都四散去把风 我却被顾双双逼着花园吃盼 顾双双伸手拍了拍我的脸 拍了一手粉 他语带威胁 道 你知不知道 你最错的 就是不该做李耀天的妹妹 顾双双伸手要推我进池子里 却被我闪身躲开 他却是一时没收住 直接整个人跌落水里 开始在水里扑腾 我蹲在岸上看着他 顾双双朝我伸手 我不会扶水 快拉我上去 我恍然大悟 原来你不会扶水啊 顾双双看着我脸上的神色 不由得大惊 你要干什么 我笑 你家里人有没有告诉过你啊 不会扶水这种秘密 可千万不要让你的仇家知道 我抬手 放在他的头顶 直接将他摁进了水里 顾双双拼命地挣扎 可他养尊处优的千金小姐 那点力气与我不过泥牛入海 眼瞅着他快没气了 我才卸了手上的力道 扯着他的头发 把他提起来 我像看一个死人一样 问他 知道自己错哪了吗 顾双双拼命地摇头 我抬手 一个大逼斗扇在他的左脸上 白皙的脸上 赫然出现一道指印 现在 知道了吗 顾双双拼命地点头 我又一个大逼斗 给到他的右脸 顾双双眼圈都红了 口齿不清道 我认错了怎么还打 我笑 错了 才更该打呀 外间隐隐地有人声骚动 但有顾双双那帮跟班拦着 一时半刻 这儿还不会被人发现 我扯着顾双双湿漉漉的头发 迫使他脸侧向一边 我凑到他耳边 道 你呀 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 远出传来聊天的咆哮 草泥马的顾双双 你们他妈的 把我妹妹搞哪里去了 他要是少了一根头发丝 老娘要你们的命 顾双双拼命地求饶 肿着半边脸哭着道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招惹你了 我牵了牵唇角 似笑非笑 蠢货 连自己错在哪儿了都不知道 我冷笑了下 把他的头又摁进水里 等了他喘不上气来了 再将他的脑袋提出来 现在知道 不该招惹的是谁了吗 春日的池水冷得刺骨 顾双双一边发抖 一边拼命地点头 是李奥天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碰他了 我这才松了他的头发 笑意淡淡 我李贵芬的姐姐呀 可不是你这种蠢货能碰的 远处的人生愈发地近了 李奥天甩太拦截他的众人 疯跑过来 看到一身湿漉漉 连脸都肿了 刚从池子里爬上来的顾双双 眼里几乎冒火 又看见我在一旁黯然无恙 提起的那口气 才算是卸下来 没等他开口 我就冲过去 抱住李奥天的一阴细腰 隔那刚嚎道 姐 俺害怕 李奥天香香软软的 真是好抱 我有点不舍得撒手 他垂眸看了看我 眼中带着了然的温柔笑意 虚余 抬手揉了揉我头顶 像是安抚我一般 我仰头看他 只见他目光灵力地看向周围 冷声道 听见没有 你们吓着我妹了 被他一吼 我感觉那群娇小姐 个个都哆嗦了下 跟顾双双一伙的陈妍 却在关切顾双双 双双 你怎么了呀 你怎么会掉水里了 顾双双刚要说话 便对上我望向她的视线 我歪着脑袋 缓缓地牵唇 对着她咧嘴一笑 顾双双要出口的话 就这么咽了回去 改了词道 是 是我自己不小心 陈妍不可置信 刚刚明明 她眼神乱飞道 还有 你的脸 是我自己撞到的 顾双双打断陈妍的话 我点头附和 是李 俺亲眼瞅见的嘞 俺还想救他李 但是俺就不着 我憋着嘴 异常委屈 还撞成这样 可怜的嘞 李耀天的火气更大了 拉着我就走 林仙还丢下一句狠话 晦气玩意儿 下次要掉水里就自己掉 见起来的水花 可别沾着我妹了 这春日夜是没法呆了 李耀天脚步飞快的在前头走 我在后面狂追 姐 别生暗气了 李耀天停下脚步 雨带心疼的责备我 我不是说了 让你别走丢了 你怎么不听 我扯了扯自己的耳朵 听见李 听见李 两只耳朵都听见李 李耀天 那你还走丢 我伸出手 牵起李耀天如玉一般的手道 肯定是因为 嫩刚刚没牵着眼力 我哈哈的一笑 晃了晃李耀天的手 这样就不会丢力 李耀天看着我 眼瞳跳了跳 两久 才不耐烦的说了句 知道了 然后就一路牵着我 直到在马车上 也一直没有松开我的手 回到乡府 管家老王急匆匆的迎出来 引着我们就要回院子 老爷夫人吩咐 二位小姐出去游玩一日 回来定是累着了 先回院子休息 李耀天里都不理老王 直接就往前厅走 我不累 我批颠批颠的跟上 俺也不累 老王一路追随 死劝活劝 我跟李耀天已经成功的抵达前厅 旁偷听 我爹面色凝重的坐在上手 白书兰在那说话 崔玉姐姐 我家傲天童秦染的婚事 是姐姐还在的时候就定下了 您这会上门说要退婚 恐怕不和李结吧 那崔玉一身华丽一衫 满头朱翠 眼高于顶 到那时候 我也不知道李耀天是贱品啊 我们家秦染 可是荣阳伯府的嫡长孙 九代单传 就算是上公主 那也是配得上的 区区一个假千金 凭什么进我们荣阳伯府的门 我已经听不下去 正落了袖子 准备出去跟那个崔玉理论 却被李耀天扯着手腕拦下来 退婚这点小事 不值得生气 我看看李耀天 退婚都是小事 那什么是大事啊 姐 嫩真不生气啊 李耀天无所未到 我本来也没想过 要嫁给那个什么秦染 但我爹却不这么想 他直接问坐着的那个少年 秦染 今日我不关心旁的人怎么想 你与耀天相识多年 我只问你 你是怎么打算的 秦染眼神闪烁 屈余 他才低声道 我听我母亲的 李耀天没忍住 低声地骂了句 死妈宝 我认真的看了看那个秦染 道 这人俺见过你 李耀天搭话 那哥哪见过你 李耀天 妈的 给你带偏了 我挠了头 俺见过他跟在那个苏四小姐身边里 李耀天催了口 一条破鱼 还给他显摆上了 我俩骂我俩的 白树兰已经开眼了 翠玉姐姐 秦染同耀天的婚事 结的是秦里两性之好 是荣央伯府和宰相府的大事 若是就这样退了 妹妹我也怕人家外头要传闲话 说咱们两家身份了 翠玉扭了扭身子 拿起茶盏下了口茶 傅又慢慢地放下 方才不仅不慢道 我只是说 要退我家阿染和耀天的婚事 又没说不顾两家的情谊了 白树兰探寻道 翠玉姐姐的意思是 翠玉笑 退了假千金的婚事 再结合真千金的婚事 能见我们荣央伯府的 只能是货真价实的宰相府敌女 比耀天窜天猴一样窜了出去 浑身是火 我连拉带拽 也没扯住过她的一片一角 说好不生气的呢 咋这会儿这么大火气 然后我就看见她站在翠玉跟前 指着她骂骂咧咧 放你娘的清朝屁 你那软蛋儿子 什么傻逼货色 也敢肖想我妹 李耀天这也太冲动了 骂人骂得这么直白 都不带拐弯的 叫人多下不来台呀 翠玉一脸不愤 赝品就是赝品 半点规矩都不懂 秦然也长本事了 跟李耀天对质 谁准你这么跟我母亲说话的 还不道歉 你这样没脸没皮的女人 这辈子都别想嫁进我们荣阳伯府 李耀天插腰怒骂 谁稀罕了怎么的 你个谱心妈宝男 可千万别来沾我们李家的边 尤其是我李耀天的妹妹 你想都别想 崔玉道 原本还想着我们荣阳伯府 前来退你的婚 叫你面子上过不去了 往后再嫁也难 寻思着等你妹妹嫁过来 收你入府做个妾室 你们姐妹俩到底也有个照应 如今看来 属实是没有必要了 不提这茬还好 提了这茬里耀天更气上头 有时候我妹还没过门 就算她日后嫁人 夫家也绝对不准带气 我眼见石头不妙 赶忙走了出去 站到我爹身侧 一脸害怕小心的样子 道爹怎么回事 啊害怕 崔玉形势本就过分 我爹心里本来就有气 见我这副样子心疼的不行 才柔声的宽慰我 贵分别怕 他声音扬起来 这是在我们李家 你爹我再不记也是个宰相 你儿的婚事 我还是能做得了主的 白书兰原本隔岸观火 是姐姐定下的婚事 咱们再商量商量 一面又拉扯 我到崔玉跟前 道崔玉姐姐 这就是贵分 孩子还小 刚回府 不过人是顶懂事听话的 李耀天听着白书兰这顿纸丧骂怀 不由得翻了个白眼 白书兰催促我 还不快见过伯夫人和你秦染哥哥 我一副色缩没出息的样子 简单的失礼 道伯夫人 秦染郭郭 吐气是吐气了点 但是多少和云姐姐 还是有五分相向的 假意时日 还是能教养出点 大家闺秀的样子来的 崔玉望着我 一脸挑挑剑剑的样子 道明日啊 我就派个叫尹嬷嬷过来 好好地教教规分规矩 我转头看我爹的爹 这位夫人 为啥要派人教俺规矩 我万般委屈 眨巴这双大眼睛 纯洁无知 是因为俺不懂规矩吗 自家的女儿 哪里轮得到别家来教 真当自己是皇亲贵胄 有皇位要继承啊 我爹原本觉得 对面来的是位夫人 教由白书兰处置更为妥善 他便不变大话 可这会儿都被人蹬鼻子上脸了 我爹也懒得忍了 我李家的女儿 我李家自己自然会教 轮不到不相干的外人 来指手画脚 崔玉脸色一变 李大人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白书兰于当中一战 两边说和 老爷 崔玉姐姐 万事还请看在姐姐的面子上 他捏出帕子 掩面而泣 道 是书兰无用 对不起姐姐 白书兰这些年 回回遇世 抬出我娘 我爹便万般不忍心 多一句责备 如今 他顾忌重施 我爹眉头不自觉的微醋 心下欺然 我见识不妙 对着我爹纯真无邪 道 爹 这是俺娘定下的婚事 所以不能退 可惜 俺娘死得早 俺没能见着俺娘 但是 俺相信 要是俺娘还在 见到那个秦染是这样子 指定不会让俺姐嫁给那个什么秦染的 李耀天立刻附和 对 爹 要是娘在 知道秦染是这么个玩意儿 也肯定不会让李贵芬 嫁给那个妈宝 崔玉哪里见得别人说 他的宝贝儿子一个字的不是 立马指着我和李耀天就骂起来 你们两个 说什么呢 白书兰刚要说话 直接被我爹打断 够了 贵芬和耀天说的都没错 若是阿云还在 他断不会舍的女儿 嫁到你们龙阳伯府那样的人家 今日 李家捧你们秦家的婚事 就此作罢 崔玉许是从未被人这般教训过 自觉下不来台 耿着脖子道 你当我们龙阳伯府 稀罕你们李家的婚事吗 李耀天拱火道 不稀罕不稀罕 你的宝贝儿子是要上公主的呢 崔玉咒骂道 你们李家的两个女儿 一个没有教养 一个土里土气 活该这辈子都嫁不出去 我爹最是胡短 听人这样骂自己女儿 自然是忍不了 回怼道 我李家的女儿自有去处 若是不想嫁 留在我们李府 养一辈子 我也养得起 我们李府不欢迎你们 书兰送客 白书兰见识不便在多说什么 只好张罗着 一面赔礼道歉 一面送崔玉他们出府 李耀天笑嘻嘻 爹 你刚刚说要养我们一辈子 那我可当真了呀 我就赖在你身边不走了 我疯狂地点头 俺也一样 我爹指着李耀天 一边鼻子骂他 一边气笑了 瞧你那细皮笑脸的样子 别把你老实巴交妹妹 也给带坏了 赶紧让你们母亲 给你们安排青年才俊一项看起来 从前厅散了 李耀天才眯了你一眼看我 道老实巴交 我故作懵懂地点头 李耀天笑笑 不提这茬 继续道 你刚刚还不算笨 知道搬出娘 我憨憨地笑道 俺心里怎么想 就怎么说嘞 俺是不是说得挺好 李耀天伸手扶了扶我的头顶 眸色温柔 挺好的 他忽然有些怅然 要是你也能见见娘就好了 他是 很好 很温柔的人 妙云如约地来了金钟 与我交换了情报 回宰相府前 妙云从中穿针引线 为我铺路搭桥 找了个说是在宰相府谋过差事 代号村口老王的老人 问了问宰相府里的事 那个村口 老王的嘴巴确实很大 而且着实很是八卦 关于宰相府的一切 无有不知 该说的 不该说的 全都说了 譬如 我娘身子古猿是很不错的 但下午后才身体逐渐的亏空 日日不如一日 缠绵并踏数年 终是尘科难返去了 又譬如 我娘是我爹的白月光 我爹深爱我娘 爱无极无 对李耀天交纵 也因此照顾白书兰这个我娘的妹妹 再譬如 李耀天小时候性子并非如此 而是乖巧听话懂事 少时与白书兰也相处得很好 并不似如今这般水火不相容 只我娘过世前一年 李耀天于金中落水 被救上来后 昏迷了足足三日 醒来后 心情大变 处处和白书兰作对 至今有愈演愈烈之事 至于我娘为何病逝 村口老王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说是我娘其实身子古并不差 只是白书兰摆通了 为我娘治病的大夫 在她的饮食和药膳中 下了一种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 日久天长 终是要了她的性命 村口老王甚至给我们指了条名路 却找到当年跟白书兰合谋的大夫 出来指证她 村口老王还给了我们一条线索 那个大夫正是如今正在经中 妙云老王说的 你信几分 我将从白书兰那里骗来的珠宝手势 都给妙云 让她继续打听消息 说买人心 我慢悠悠道 实诚 妙云疑惑地看我 我道 有人透露消息给我 是想扳倒白书兰 但到底对我没有恶意 这份大礼 我就收下了 对了 我嘱咐妙云 帮我找到那个大夫 顺便那样的药 一模一样的给我弄两份来 那样的药 害死我娘性命的药 我总要让作恶的人付出代价 我的身子渐渐地差了起来 便寻名医也不得好 只一日日地销售下去 李耀天常来我院子里 跟我说些新鲜事 比如 先前来我家退婚的秦染 当真上公主了 荣誉公主生性乖章 府内面首无数 找个驸马 不过是为了应付皇帝 勉强地做出个肯成家的样子来 若是秦染这些分寸 两人日子倒也能过下去 只不过 他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母亲崔玉 竟然擅自进了公主府 还摆出婆母的架子来 他见自家儿子受了冷落 要上门为儿子找点面 闯进了龙玉公主的酒宴 彼时 龙玉公主正同他那帮面首饮酒作乐 好不快活 崔玉上前就打碎了酒壶 摔烂了乐林的琵琶 还大吼大叫嚷嚷着 龙玉公主不知检点 龙玉公主何曾受过这样的委屈 直接命人将崔玉狠狠地打了一顿 扔出了公主府 扬言谁若敢替她看诊 便是与自己作对 如此 自然无人敢为崔玉看诊 本就是夏日 她那伤口不多时就化农 整个人因此去了半条命 皇帝不忍苛责自己的爱女 任由事态发展 崔玉这伤拖了足一个月 皇帝才假装知道消息 不轻不重地责骂了龙玉公主两句 这事也就过去了 崔玉没了半条命 她儿子却还得在公主府受苦 不多时 秦染就因玩乐时太过火 在水中泡酒了 伤了子孙根 彻底的失事 龙阳伯福也因此绝后 我哥哥直笑 只觉得万分畅快 李耀天也十分解气道 这秦染也是活该 就他那样 还想跟你成婚 婚后还联合他娘 对你百般搓磨 话到嘴边 他便住嘴了 我脸住了脸上的笑容 正色道 村口老王 就是你 是不是 李耀天脸色一变 不下狠手 怎么行 我看着李耀天 当着他的面 将要玩里黑曲曲的 要一饮而尽 李耀天同谋顺大 虚余才将要玩抢过来 弄骂我 李贵分 你疯了 我给你传消息 是为了让你小心 提防白书兰 不是让你拿命来博 你这是伤的一千 自损八百 我笑 姐姐 若是想报仇那么容易 你也不会折服这么些年 都不曾出手扳倒白书兰吧 为了娘 就是八千 八万 八十万 我一不悔 我目光灼灼 咬牙切齿 无比坚定 我要他的命 虚余 我看向李耀天 问他 你现在 是不是也该给我讲讲你的故事了 李耀天是本真假千金文理的川书女主 我们所有人 都是书里的配角 她是胎川 直到九岁那年 她因为撞破白书兰和大夫 密谋毒害我娘的事情 被白书兰狠心的推进池子里 她才觉醒 她知晓往后发展的所有剧情 所以 她做的第一步 就是要揭穿白书兰 白书兰对我爹一见钟情 却急恨我娘 才是我爹的真爱 因此 爹想拿我娘的孩子发泄恨意 将我和李耀天偷梁换住 让我娘亲生的孩子 只能在村里受苦受累的长大 李耀天先是使人 送信到我们村里给我阿娘 我阿娘才惊觉 当初的情形 具有报错的可能 便收拾东西 要带我上京认亲 可原本我不该在这个年岁回家 强行改变剧情的李耀天 遭受到了第一次打击 我阿娘在第二日 溺毙在了洗衣上的小溪旁 李耀天带着愧疚和痛苦 一点点的长大 眼睁睁的看着剧情进展 从小带他如猪如宝的娘 因病而逝 而我爹却蒙在鼓里 还娶了害死娘的仇人做济世 他挣扎 他反抗 可他每一次的举动 都会带来他所说的蝴蝶效应 会伤害更多的人 他更怕我会因他一念之差 在受伤害 便隐忍不发 只想着熬到真相大白的那一日 他只好遵从原书里 跟我水火不相容的态势 对我冷言冷语 却忍不住的想要关心我 他假装不在乎 却早早的安排打点好一切 只想叫我小心提防白书兰 可他唯一算漏的是 我竟然会为了报仇 不惜伤害自身 也要拉白书兰下水 李耀天 我说的 你能听明白吗 我点点头 能懂八成 那往后呢 李耀天没烧一条 什么往后 我 往后 若是按照书里的剧情 你我会是如何 往后 我会因为自己不受重视 一点点的极度愤恨李耀天 这个赝品所得到的爱 我被人嘲笑羞辱 在白书兰的挑拨计划下 我越来越恨李耀天 觉得我所有的苦难 皆因他而起 李耀天作为女主 却处处都有女主光环 他有爹的爱 有王孙贵咒的仰慕 还会在某一天 遇到书中的男主 便是他的命中注定 而我 也爱上了这个男人 陷入了畸形变态的爱意 彻底的黑化 最后不惜毒害李耀天 我看向李耀天 指天发誓 姐姐的命中注定 我看都不会多看一眼 绝不沾染一分一毫 李耀天正愣 即便如此 你还把我当姐姐 我点头 你是阿娘的女儿 你就是我的姐姐 娘是很好很温柔的人 阿娘也是 我虽然从小生在村子里 阿娘独自一人 将我拉着长大 可她已经给了我 所有她能够给到我的 她为我缝衣制邪 陪我捞鱼铺蝶 我并未因为贫穷而困顿 反而觉得十分快乐 我不光要替娘报仇 还要替阿娘报仇 阿娘擅长水性 又如何会溺毙在水中 不过都是白书兰的设计罢了 她害怕阿娘到上京揭穿她 才痛下杀手 我突然喉头一热 气血上涌 吐出一大口黑血来 我齿间喊血笑起来 姐姐 时机到了 白书兰原本宁死不从 甚至搬出我娘 令我爹动容 直至在她房中 找出扶宁这位药 与我所中之独一模一样 当初与她密谋的大夫 将她指认 她白口莫辩 方才风味一般的哭喊 老爷 明明是我比姐姐心爱上你的 为何你的眼里只有姐姐 却没有我 我恨姐姐 若不是她 与你相知相守一生的人 就是我 老爷 你该爱的人是我呀 那人是我呀 李贵芬 李耀天 你们两个和其伙来害我 好啊 那我赌咒你们姐妹两个 会为了同一个男人 相爱相杀 我与李耀天深深地对视一眼 原来我们所在的这本书里 白书兰和我娘的爱恨情仇 竟然就是我和李耀天的复刻 我爹痛意难当 不愿再听白书兰一言 只将她发落到庄子上 让她自生自灭 庄子上的人拜高踩低 知道白书兰失势 甚至连饭菜都懒得给她 每日只一顿发烂发臭的 搜饭搜菜 扔进屋子里 爱吃不吃 我和李耀天一次没去看过她 直到她快要不行的消息传来 我和李耀天才去见她 不过越于 她头发竟已经白了大片 整个人形容枯搞 躺在床上 喉中发出呵呵的声响 我慢行置她的床前 当着她的面 将扶宁洒进了她最后一碗水中 我娘当年死的时候 该有多绝望呢 我垂眸冷冷地看向 躺在榻上半死不活的白书兰 你总该体会体会吧 这一个月 日日 我都叫人将扶宁下 在她的饭菜和水中 我娘受的苦 白书兰半点也不能少受 在白书兰的历声咒骂中 我和李耀天走出了庄子 再后来 她的声息渐弱 只是整个人再无声响 我在大好的日光中 仰头看向李耀天 姐姐 你说过 如果强行改变剧情 会遭反噬 可我觉得 真正能书写剧情的 脾性 却会不玩我们的一生 我们的人生路 只有我们自己能走 我朝李耀天递出手去 姐姐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走下去 李耀天垂眸 莫得笑起来 将我的手牢牢地牵住 好啊 试试就试试 不过 你现在一天到晚不说啊 我还有点不习惯 我 真的不习惯啊 李耀天 也挺好的 不然我总是要想到 两头熊和一个光头 我 你是不是拐着弯地骂我呀 李耀天 才没有 得空了我给你讲讲他们的故事 我 那你现在就讲啊 李耀天 行行行 讲讲讲 翻外篇 我生辰这日 我爹在府中大摆宴席 请了我新节时的京东贵女 还有妙云 李耀天则缺席了 去遇见她说的那个命中注定 宴席热闹非凡 耳边是不住的恭贺 还有应接不暇的生辰礼物 我举目似望 却没有李耀天 心中仿佛空了一大块 哪怕她指高气扬地走过来 不嫌不淡地说一句 过个生辰而已 犯得着这么大动静吗 天色渐暗 戏班子锣鼓声越来越响 嘈杂人生如海浪一般的 四地席卷而来 我只觉得 心中空了的那块 仿佛被湿漉漉的棉絮填满 李耀天这个人 就算去见什么命中注定 好歹也给我准备个生辰礼物吧 很耽误事吗 我越想越气 恨不能将我想要送她的童心锁 给扔到湖里去 耳边突然一阵熟悉的脚步声 肩上落了件披风 我仰头去看 月色深浓下 李耀天站在我的身侧 垂眸看我 你还知道回来 我语气都发酸 你还回来干什么 李耀天笑 将手里的百合花塞进我怀里 语气温软 怎么 还生气了 没有的事 我低头摆弄了下怀里的百合花 今天是我生辰 回府的第一个生辰 第一次和家人过的生辰 我一再强调 而后道 我不要太高兴哦 哦 李耀天抬手揉了揉我的脑袋 指着那束百合花 是我切手中的哟 真的 我眼睛里放光地看向她 忽然又觉得 这样轻易地原谅她 实在太没有面子了 自己重的就自己重的吧 显摆什么呀 李耀天 寻常物件哪能配得上我的妹妹呀 我不接她的话茬 道 你那个命中注定呢 李耀天无所未到 没到点我就回来了 没遇上 我一正 她不是很重要的人吗 李耀天望着我笑 无比温柔 是挺重要的 可再重要的人 也没有我的妹妹珍贵呀 至此全文完 感谢阅读